2018年12月3日 驱逝科技执行长陈怡化 身穿赛车装 走进日本福岗全球AI大赛会场 将近3000对眼睛盯着他 就等他挥舞棋子的那一刻 但就在这时 他挥舞着手 把同事创办人的姐姐和姐夫一起叫过来 即使他们早在13年前就已交棒 但他们在这时 这时一家人新手创业独有的情感与贴心 要说委屈的话 我常常被我姐姐骂 都已经刚新优了 衣服还这样乱穿 女性这个性别 在科技业中显得很独特 更不用说是当主管 即使陈怡化在2013年 被复笔式杂志 评比为亚洲五十大 最有权势商业女强人第四名 影响力还曾紧追苹果创办人贾博斯 但回顾过往 这位女强人还是遇上了有形的 性别歧视和无形的脱离天花板 我当初来日本 然后那时候日本的工程师 跟我一起出去拜访客户 结果呢 他就临出发前跟我说 伊巴你可不可以不要递你的名片 然后我说为什么 我名片哪里错了 他说如果人家知道 我老板是个女的 我很丢脸 我去另外印一个名片 叫做R&D Secretary 十多年后的今天 陈怡化再也不用假装自己是小秘书了 走过这段十日 在他长旗下的趋势科技也帅开了 存在肩头上的枷锁 我们都会讲说叫 Be Yourself Be The Best Part of Yourself 就是让每个人能够自由地 发挥他自己的专长 然后可以表现出他自己来 他不需要多多长长 带一个面具来上班 做自己三个字 彻底贯彻在这家跨国企业上 三十周年的员工大会 全场没有一个人穿着正式西装 在这里只有创意和活力 能够证明自己 留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让他发挥 这不是钱或什么的问题 多数真正的人才他最在乎的是 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在公司 甚至没人叫他实行长 更没人称他叫老板 以把这个名字从基层到主管一路通用 从2005年接班那一刻 公司里外看到的神仪化始终如一 战战兢兢 那时候真的 如果要说最辛苦的时候 譬如说 有那个Malisa Virus大爆发的时候 那是七天七夜都是 几乎没有睡觉 我那时候无论怎么累 我都想尽办法礼拜五晚上 我即使是Red Eye的飞机 我一定飞回去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 我想尽办法礼拜六一早起来就是 妈妈在家了 然后工作就在家里跟他们一起这样子 去看他的球赛 去听他们的合唱团等等 到礼拜天晚上 我再take Red Eye 再飞回台湾来 你去看吧 这几天我们最常看见的陈仪化 就是像这样拎着包包赶场 如今这家房都巨人要迎向AI领域 秘诀只有一个 原来无边的创意背后 是要靠着企业文化里 就有的包容勇气 回来 欢迎新闻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